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第二天療癒餐廳的Ernie 他現在也在台大的精神科當作業師 那謝謝惠山給我取了一個很棒的名字 走出整間的溫暖 那我感覺好像上了大愛電視台節目 那今天我要分享 然後今天我要分享的是 我有創業 然後做療癒術餐廳 然後還有我們的心路歷程 那一開始就探討到比較嚴肅的問題 那就是在我們 我剛剛等一下分享的十分鐘之內 其實全世界會有二十個人自殺身亡 那我們看到全世界的自殺身戶土 那台灣是在高危險區 所以常常我在看門診的時候 都會跟很多大哥大姐們說不要死 去瞭解他自殺的問題 那最後送出整間之後 其實那個禮拜就內心很驚擾 那這個禮拜我下次會不會看到他 所以我在當一個療癒工作者 其實心裡面吸了很多的說要自殺的個案 那自殺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一個人自殺其實會過了好幾關 首先呢他可能是一個多愁善感人 他的生命呢命運很多床 經歷了很多的壓力 然後他自殺的時候呢 剛好旁邊沒有人 那最後呢可能他自殺沒有做成 所以最後被送來醫院 所以我們醫療人員其實是守在最後一關 所以我常常在想說 那我守在最後一關 那可是很多人在前面 就已經自殺身亡了 那我是不是應該 不要一直守在醫院 應該往前 這個叫做瑞士氣死的理論 那我應該跑到前面的氣死 去面對這些民眾 那所以就是我希望 那有一個例子啊 就是說高雄愛河有一個地方 常常是一個自殺 很多人在自殺的地方 那最後呢 很多精神科醫師 心理師想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都解決不了 最後一個警察局長 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在那邊呢 撞很亮的燈 所以大家都看得到那個地方 結果那個地方從此之後 沒有人自殺 所以其實 有時候不是醫療可以解決的 有時候我們要跑到前面去 解決這個自殺的問題 所以在2012年 一個偶然的機會 我就是開始有這個 經營的空間 用這個當兵到上班兩個人的老本 這樣子 那那個我跟我的合夥人呢 就是不育兒童的想到這個名字 就是Healy 我們想做療癒這個工作 那很多這個客人進來就會問說 欸你們講療癒 你在療癒什麼 好像來提管這樣 那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在醫院做的是治療 治療就是要把一個有病的人變成正常 這叫治療 療癒不一樣 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落有所缺 那我們認識自己 然後知道自己缺的那一塊去補散 這叫療癒 所以療癒比較貼近的預防的概念 那用通俗的話來講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大小不一樣的杯子 那我們呢 承接不同的壓力 就像是慢慢倒水進去 那總有一天會倒滿 滿的時候呢 就我們就生病了 所以我們療癒是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做第一個 認識我們是在怎樣的杯子 第二個 知道我們現在壓力中到哪 第三個 就像剛剛小黑講的 要有一個調適 就是把水慢慢倒掉的一個動作 這樣子我們就不會生病 所以我希望呢 我在這個空間是要做三件事情 所以那一開始呢 我就開始做辦各種跟心理療癒有關的講座 所以讓大家能夠藉由這些講座認識自己 那再第二個就是 學到一些紓壓的方法 能夠去把水倒乾淨 那怎麼樣去支持呢 那可能還是要有一個餐廳 所以我們就是把餐廳做好 所以就是 一開始接下來的話 先說 我這醫學沒有學過做菜怎麼辦 所以開始到處 跟朋友到處求學賣個拜憶這樣子 那後來呢 有一些自己的餐點 那剛剛是壞 就是我為什麼做 剛剛那個問大家 你看研究所的面試 講完為什麼做之後 我要講我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邊 那好 那一開始的我呢 在創業前呢 我是很努力 就是在學校是努力研書 在醫院是努力工作 那我相信說 只要努力 好像可以做到我想做的事情 那同時下班之後 我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我很愛好這個律師 然後這個 就是在法國的律師 然後這個 我很積極正面 很多逆境我都可以想成正面的 但是創業之後我發現不一樣 就是 當店打開 努力宣傳之後 沒有客人來 我就發現說 好像努力也沒有辦法 真的得到相對應的回報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 當下一個月薪水 發不出來的時候 我現在我再怎麼樂觀都快樂不起來 所以在創業過程中 慢慢發現自己 其實有不同的面向 我會懷疑自己 慢慢懷疑自己說 我辦這些活動 把自己搞的生活品質很差 這到底真的可以療癒這些人嗎 懷疑自己的能力 到底可不可以堅固 甚至看我 看起來像好好的先生 可惜為了餐廳 曾經摔盤子這樣 所以我發現說 我發現自己一個shadow 就是在創業之後 慢慢地 發現自己一個陰暗面 慢慢地開始困惑 我到底要不要繼續搞下去 那很多同事啊 或是父母問我說 要不要繼續搞下去 要不要好好當個醫生就好 那我那時候 有一陣子在醫院非常地累 每天都忙到半夜 然後再去餐廳 人家餐廳弄完就睡了 就睡在餐廳 都沒回家這樣 然後半夜再去醫院 然後那幾個月呢 我的活動也越辦得越困惑 到底大家每次來都不同人 那我這樣子辦工作坊 到底有沒有療癒的效果 到底能不能持續 那幾個月呢 自己感覺快浩劫了 那我剛好在醫院 有接幾個兒童治療的個案 那所以我那時候 開始跟兒童做藝術治療 去跟他們一起創作啊 跟他們一起玩遊戲啊 從中去了解他們 然後帶他們了解內心 我發現那個過程中 我慢慢我自己也療癒了 在創作過程中 我自己也是紓壓 在一個禮拜之中 讓我最珍惜那幾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我發現說 在我困惑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激發我自己思考 就是我怎麼樣 讓這個療癒繼續下去 第一個步驟好像是 要先讓自己療癒自己 對我自己 要在那個 辦這個創業的過程中 也能夠得到療癒 然後我也不是一個消耗 就是蠟燭兩頭燒 那這樣子我才能繼續下去 那回顧一下 我們從剛開始開的時候 就是把唱機想要把它高起來 讓它高講座 然後最後去年上半年呢 開始四不同的活動 我們有辦過 用心理療癒結合聯舞 用心理療癒結合語言交換 用心理療癒結合這個舞會 對那各種不同的活動 那到下半年呢 開始有療癒主題的活動 比如說這兩個月就是說故事 對然後敘事治療 那有兩個月呢 就是女性的療癒工作者等等的 那到今年度 就是我今年那個最困惑的時期 那我發現說 好像藝術這個東西 結合心理專業 是最可以讓自己有療癒 而且可以讓自己 持續做下去的一個動力 所以就今年開始希望是 以這個藝術治療為這個主題 對那藝術治療有分兩個 一個是帶著來的客人 然後去用創 讓他們先第一個 解決對創作的恐懼 然後用各種方式創作 然後再導入心理療癒 那再來就是 我們用醫院的心理治療的方法 可是是用藝術來做一個敲連 那所以怎麼做呢 我們其實有試過 那之後也會開始 就是第一個是 讓準備很多的藝術素材 在店裡面 然後讓來的人呢 我們引導他有最適合的素材 去創作 開放畫室 另外也是舉辦各種工作法 讓他從這個創作的過程 得到一些療癒 然後再來就是 讓一些可能生病的人 他有機會能夠展出自己的畫 現在正在展的就是 之前在焦點講過 就是一個妹妹她生病了 那她 就是她唯一的生活生命 有一個很喜歡的東西 就是畫畫 那我們就是 最近有把它展出來 那這個是來我們餐廳的妹妹 寫給姐姐鼓勵的畫 總結來講呢 就是這個創業是一個 發現自己的過程 我媽發現自己 好像不只是原本是一個好學生 一個努力的醫生 因為我還有好多的面向 再來 在每次在困惑的時候 就是 我就發現可以重新思考 然後找到新的方向 不然 這樣一直下去 會發現好像都原地踏步 然後再來就是 夢想 有一個夢想 就是我想要跨到前面的起司 然後做心理療癒 但是 要怎麼做 其實是不斷的修正建構出來的 那現在的方向 也是我想都沒想過 那最後呢就是 其實 不管是精神科醫師 心理工作者 我們都常常提醒自己 就是照顧好自己 才能照顧別人 對 所以當我自己快好解的時候 我發現說 我找到一個方法 能夠好好讓自己 也能夠充電 然後照顧好自己 我發現我們這個路 可以繼續走下去 那還有7秒 還想講一個事情 等一下問他還是誰再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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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有問題 想要問我們度醫師嗎 請 你療癒這麼多了 等一下 醫生療癒這麼多了 自己會不會有很多壓力 然後覺得就是 沒有自己腦可以 抒壓 對 所以我們那個 但是在醫院的話 我們聽的一些東西 都是比較 真的是沈重的 那所以 我們必須要有一些 紓壓方法 那其實我們自己 精神科醫師 很多紓壓方法就是 靠著同儕 我們有一些同儕團體 能夠彼此分享個案 就像 就像今天 大家在創業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壓力 所以今天也是 同儕的 團體治療的團體 就我們來講 那再來就是 我們會有一些督導 因為我們有些東西 我們是 有自己的盲點 然後一味的就是 就是硬幹的話 常常會越陷越深 就是做心理治療的話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 比我們老的人 然後在那邊指點說 這個你沒有看到 對 那當然就是 還有就是要自己的一個 抒壓 所以慢慢希望把這個 創業當成 雖然是另外一個 置業 也是一個 能夠轉換環境的地方 對 不然在醫院其實也可以 光是工作就可以 待 就是連續待很久 然後可能每天都上班 十五二十個小時都有可能 對 那樣子的環境 久了之後會耗劫 這樣 剛剛 你說那個 還有一個東西 想在問答的時候講 然後我想問 我沒有到好招 就是 因為我 第一次來福大醫學院 所以今天 我除了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 專長就是 醫學跟 最近有學餐廳之外 還有一個專長就是 迷路 我今天就是 不小心 這個迷路 就上頂樓這樣子 然後 上頂樓覺得說 怎麼一片黑黑的 然後就開門 想說應該就看到焦點吧 結果景名大作 這樣子 那我後來就想一想說 其實 這個就是 自殺房子 就是這棟樓 為什麼要放幾頂 就是因為 就是怕這個 想要自殺的人 這是一個必要的防護措施 但是轉念一下 我們那時候到處找警衛 就是發現警衛其實都沒有 沒有來 所以這個 就算真的有人出狀況 在那邊的話 好像都沒有人發現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就是今天意外的發現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其實 自殺房子 不是只有在醫院 就是像這種高樓 高樓的一些機關 或者說 像那個 政府這幾年做的一件事情 讓自殺率顯著降低 就是買木炭的時候要登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過木炭 沒有 沒有買木炭 要登記名字 這個東西 光是這個小動作 就是一個 好像一個小關卡一樣 然後 就讓想要燒炭的人少了很多 還有 還有 誰有 歸 我想請問 像藝術治療其實在台灣 其實還不算是一個專業 那 因為像我這次只能治療系 那我知道藝術治療在北一那邊 有一群就是教授他們在做這一塊 所以我想請問你們空間是 你們空間在帶藝術治療是 醫師您帶還是有一些很專業的教授他們在帶這個東西 那是同行的 那就是 藝術治療這方面 其實我也 自己也是正在學習 就是我們學的是 心理治療 或者說醫學這一塊 但是用 怎麼用藝術 這個又是一個另外一個專業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 我也是找了一些藝術治療的 這個老師們來 那等於是我就跟他 我當助手 或是說 我跟他搭配這樣子 對 然後請他們來帶 那在途中我自己也學習 對 然後希望能夠跟自己的專業介護 所以變成說 好像 這個餐廳 給我一個很大 就是我自己也是 我想學哪一塊 或是我自己想成長哪一塊 我就可以請老師來上 這樣子 那這個 來的客人或是學員 就是陪我一起 陪我一起 陪我一起念書 或是陪我一起學習 這樣感覺也蠻棒的 有時候這樣想 還有嗎 我們還有40秒 還有最後一個 有 有 有 我是詹心師 你們對詹卜的看法是什麼 有嗎 我想知道醫師治療 對詹卜的看法是什麼 這個問題很深入 就是 我比較有 這個研究的是 投射性的心靈圖卡 因為心靈圖卡有 占卜性跟投射性 占卜性需要 需要這個靈性 我還沒有 還沒有唸出來 投射性的話 大概就是可以從 從這個 玩牌的人 他 看到圖卡 所講的 然後所描述的故事 去用心理學原理 去推測他的內心 或是帶他一起去 好像 帶他一起去登 那個心理那座山羊 去 藉由那些圖卡 去講 那我覺得青少年 特別好用 就是 如果跟青少年說 坐下來跟醫師講講 你學校怎麼了 他有點不問你 可是坐下來 跟醫生玩玩牌 那這樣 然後去彈那個牌上面的東西 其實效果很好 對 那可能詹姓我再跟你們多請教 拜拜 好那 最後有一個 非常想想 好 再請再一個 請問一下 其實 他心裡有壓力 或者是 憂鬱症的患者 通常不會覺得自己有憂鬱症 或是他覺得 這件事情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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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讓大家知道 那你怎麼讓大家有這個動力 去 來這個咖啡店 然後參與 所以 所以 當初開咖啡店的原因也是這個 因為咖啡店是個中性的地方 那你可以有一個 自己的空間 你可以來不講什麼 可是就是來 來聊 或來參加講座 對 那所以 如果我們在醫院辦 如果我們在醫院辦 那他來醫院一定是 可能是有些問題 所以很多人就不用來 我們辦在教室 但教室來上課的話 也是 也是不夠的 有些門檻在 所以我會想來想去 就是 餐廳和咖啡廳 也是最適合做心理療癒的地方 所以跟前面幾位 因為這個 同伴也是 就是有 一樣的見景 這樣子 謝謝 沒有我是你的小粉絲 喔我不敢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謝謝杜醫師 今天的分享 在教室 請教室 開動 過讓班 我會有什麼 教室 謝謝 教室